拍戲感覺自己愛上對方怎麼辦 我就知道了 好 沒有關係 這個只是放在工作上 沒有 它沒有放在愛情上 對 因為我想說的是 我在演月琴這個角色的時候 就會非常入戲 入戲到我覺得 每一個角色都真的是那個人 然後我也真的是月琴 所以可能和李玉璇 有感情戲的時候 在拍攝的那個當下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點什麼情愫 好像有點奇怪 可是下戲之後又沒有 就會有點那個搞不清楚這樣子 對 很好啊 我拍手 我拍戲的部分 對 其實我覺得拍戲的時候 真的...真的要有這樣的感覺 對 就連潘潘儀 我也是在裡面也覺得 德姐真的就是潘潘儀 就是真的好喜歡這個大姐姐的感覺 所以其實就我會覺得 通常很多時候在拍戲 愛上對方這種事 真的非常有的 可是隨著戲殺青 就是說告一個段落 就是... 除非你們兩個真的... 就是真的願意走在一起 那就是又另外一個... 另外一件事了 可是我覺得在拍戲的當下 一定要想辦法愛上這個人 甚至於就是跟妳是死對頭 妳也要討厭這個人 妳才能夠好好把這個角色 給演出來 對 但是她心提跟玉璽之間的粉紅泡泡 實在是冒到一個多到一個就是 超粉紅的 超粉紅的 然後就... 就覺得就是天生的一對 走到哪兒都是在一起的喔 然後就像大桌子 這麼多椅子 他們兩個非要擠在一起 對啊 而且那一天 我們要辦首映會的時候啊 大家就是已經在準備啊 我就這樣瞄到 這兩個人在幹什麼 他們兩個就在那邊互相 彼此就是這樣子喔 就是這樣 站在那邊走 然後玉璽就是撐個手在那邊等嘛 然後她就... 男生就會故意這樣 然後女生就說 幹嘛啦 然後女生就說 怎麼樣啦 就...妳知道這是... 這不是這個小兩口才會... 兩小無猜啊 對啦 上廁所都會同時再出現在廁所的附近 沒有 真的 我不知道耶 那個只是為了要嚇對方而已 找理由吧 就是一開門然後就會... 然後她就會被嚇到 妳是不是玩了幾個月 都還在玩一樣的遊戲喔 只是為了嚇人而已 還好戲拍完了喔 是不是啊 好的 回來 新體回來了 好 約回來 好